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右到網上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的7月31號 首先這裡有真BC澳洲的金魚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晨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西冷氣那裡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齊江易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讓出去 作為第一次,在香港在昨天也有些震撼彈 那十二位人兄全部被人釘上了 公民黨的元氣大傷,近乎滅黨 但是其實在昨天香港彈丸之地 其實有一件事比公民黨更重要的 比公民黨更重要的,就是這個世界四大科技巨頭 被批鬥公審 哪四個呢? 分別是第一位的Google 不是Amazon Amazon 然後就是Amazon 然後就是蘋果 然後就是Google 然後就是谷哥 Google 還有最後 被我們經常罵的 朱世伯格 Facebook Massagabert 這四大科技巨頭就被美國政府拿出來公審 用Anti-Trust Law去公審 那何說Anti-Trust Law呢 其實就是反壟斷 就說你們四個人是壟斷了這個世界的企業 其實美國,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資本主義是會容許 就是金權勾結 但是其實他們的心都有一條的 就是你不能夠太大 就是等於中國的皇帝 見到你哪個傢伙有錢會敲打死你一樣 其實美國國會感受到 你大到可以操控整個社會 你想做什麼 他就會拿他出來敲打他 而現在最強的就是這四個 那麼在昨天呢 其實應該正確是前天 如果計算時間是前天 他們就由凌晨12點開始 就做了一個五個小時的國會聽證會 將一些東西逐樣審審這四個人 就包括 共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都會坐在一起 審他的 民主黨就比較關顧民生 就說你這傢伙 壟斷了我的東西 你們是不是要拆骨 想拆他骨 共和黨就久很多了 就是說 你們這四個人竟然聯手 把大統領說的東西 查取 就是這個 自我監察 自我審查 不讓我們保守派言論拿出來 這樣說 審他們 那麼其中一條呢 就是 你們和中國的關係太近了 就叫他們公然去攻擊中國 那麼我們就講一下 的經過先 略略講一下他們的經過 其實由五點鐘 在昨天凌晨五點鐘 這四個人和參議員已經坐在一起 準備 甚至說 究竟我們會面對些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個調查 這樣說 凌晨五點就是已經在網上 說 那些 那個反壟斷法的committee 已經鋪上來說 我們經過一年調查 今天就要審他 要他們 是要證明 這四間公司 並沒有互相合作 不讓新人入局 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 我要揭發他 這樣砌他 然後呢 大統領呢 一直在等 12點 那時候12點07分 大統領呢 就開始出聲 就好像跟他有關 他就出了個tweet 就說 如果國會 不將這個公平性 去敲打這班這樣的科技巨企 我就會進行這個行政命令去砌他 在華盛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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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他們只會說不懂做 說就凶狠 做就做就黃毓民 你剛才想說那句 你剛才想說 你剛才想說 是不說的 真的有事 哎呀 其實就是 就是想走人的那种 尤其是猪仔猪西伯的Mark Zuckerberg 现在他就转世态了 他就说我们批评中国 我们捍卫美国的价值要抗中 中国以后就是我们的敌人 他就说抖音的海外版TikTok是增长最快的APP 其实它就是中国输出一种和美国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但我们Facebook就是海外美国基本的价值 又说一下自己怎样 我们也说过TikTok和抖音是两家独立运作的公司 当然他们现在拆了一碟 猪仔说 Facebook是行内改变世界的部分 当然令到很多人信了谣言 真的改变了世界 我们说过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 搞到现在这样 我只这样说 现在猪仔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投机分子 大家记不记得猪仔 还叫习近平先生 帮他 帮女儿起个名字 求求你 帮他改名字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 14年的时候 他去清华演讲的时候 还是学中文 说普通话 哎呀我特意学的 希望大家原谅我 我觉得不好 他就很搞笑 说中文 让我怀孕妻子 说得最好 其实他怀孕妻子是说 广东话的 所以 比他也比不出 因为他说普通话 是吧 是吧 猪仔这傢伙都是 他就说 只有建立用户 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才可以成功的 就是暗示自己 他就说 Facebook 为美国价值而奋斗 即是fake news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还有捍卫 这个人的 他眼中的价值就是 为了赚钱 什么都做 是他自己本身的价值 这个人是极度 如果大家有看到电影 他有一部电影专门讲他 其实就是说他 他偷了别人的东西 是那部电影 其实Facebook是几个人错立的 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其实他就说 我们Facebook捍卫 言论自由 民主和开放市场 猪仔还说 很多科技公司 都在捍卫自己的价值 所以不可以保证Facebook 就会胜出 但是他就以中国为例子 经常说TikTok是什么 TikTok 其实是中国建立自己互联网 重点输出 和美国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危害其他国家 他说目的 可能他想买了TikTok 看一下 其实他可能是想买了TikTok 这个人是很狼呆的 他看到TikTok有办法 Install他不行 他想买了TikTok 所以他是大力地打TikTok 他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什么都敢死 是毫无道德观的 Business is business 是他的想法 是很心硬枯黑的人 大家看看会怎样 我想说一下 他们这个听证会的经过 因为如果逐个说 刚才阿珍BC介绍了 朱西伯格 主要是他在那里说的什么 其实就是想 只要斗死了中国的科网企成功 他们就可以买了他 变成我的 所以这个人心红得很紧要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 其他那几间又怎样呢 那一路其实是拖的 12点 拖到1点钟才开播 一开播那些参议员就在那里轟你那四个人 你们这四个人 他们就搬回老祖宗出来 他老祖宗就是一个叫第四任总统 第三任总统叫Jefferson 这个人就是华盛顿的史迪 他就是不相信 他就是相信那一套 不能够将权力集中一个人手 所以地方政府是要跟中央的想法分家的 这个总统是这样想 所以他搞很多东西 当他走出来说的时候 他引用了老祖宗 Jefferson 我是完全相信Jefferson说的 权力不能够集中一个人手 现在你们四件事 因为这个19病毒 变得比疫情更加强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敲打你了 这样说 那继续就把这个人跑出来 去抹擦他 你们四个人 现在竟然自我審查 把我们保守派的思想 剔走 变相控制了舆论 你们这样做不对的 又继续敲打他了 那四个人 就是那些议员 说完之后就开始了 第一个走出来的 就是第一次上这些法庭被人敲打的 亚马逊老板 佐布斯 是吧 佐布斯好像我记得是这样 亚马逊老板 大家 大家什么 一走出来就跪下了 其实呢 我们亚马逊 请了很多人的 啊 直接是很谦卑的 他说 这个 我们呢 就全 其实全世界呢 有 一百七十万个小企 啊 有 在我们亚马逊那里 开工 就是 就是 卖平台卖东西 如果大家明白 马云 那个阿里巴巴都知道 有二十万家企业 啊 是借着亚马逊呢 就赚了年薪十万的 那我们呢 就说这个世界呢 就创造了 二百二十万职业啊 不过我都觉得 我们应该要审查一下 啊 就是 就是 要 要 要帮助多些 这个政府 做事 不是 帮助多些 非业牟利企业做事 我们的 我们的责任呢 就是 要 要令到 不同的人都能够有就业 世界生活得很好 就是类似这样的 都跪下了 但是其实 其实 这个人呢 是出名 压低人的薪金的 是啊 还偷人家的方 那些什么 还好似 你记得 他 我们以前做的节目仔 如果那些 产品是好一点的 他是 拿了人家的方法 去自己生产 记得了 是啊 就是偷人家的方法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其实是一样的 偷人家的方法 就是他说 我应该要帮多些中小企业做事 不应该 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平时大支 做那些坏东西 现在一出来 立刻跪下 我们的责任呢 我们的责任呢 就要做好更加好的 出色的审查 就是为什么审查呢 就是要令到 所谓有一些货品是比较差的 就不要让他 那个 点 在那里说 然后就到这个 Google的老闆出来说 一开始 一开始他就这么说 其实我们Google Apps 帮了很多中小企 卖广告宣传的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垄断 其实就是 帮他帮这些人宣传 能够令到更加多美国的 科企啊等等 能够做得更加好 我们Google Store 都买了很多东西 又跪下买了 然后 第三个就到 Tim Cook 就是苹果老闆 苹果老闆就说 你不要看到我这么好啊 其实我们遇到经营很困难的 哭窮了是不是 哭窮啊 哇 智能手机已经不同了 又有Samsung 又有LG 又有华为 连隔壁的Google 都整件电话跟我争取 哪有钱赚呢 当然他不会说哪有钱赚呢 但是就一味说 如果苹果 如果苹果是一个 把关人 不让人 就是是龙头的话 我这个龙头其实呢 就是要 令到我们的市场更加大 帮更加多人 就业 做事 然后就到大家说的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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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说 他说他主要是说他的经营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 Anti trust law 就是反垄断法 他就说 他竟然哭窮啊 他说 喏 我们这些 这些是 我们这些科网股 其实科网公司就代表了美国成功嘛 但是其实 所以我们都经营困难 我们经营困难的 每年每月有不同的新的社交平台出来 我们都要跟他竞争的 做得惨淡啊 这么说 然后就开始轰啊 那些人就轰啊 朱西白格 就说他 你竟然不帮大统领贴物 赞扬啊 大统领那个药方 就是他经常叫人家吃那只药疾药啊 那你这样算怎么样啊 你竟然审查不帮他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是怎么说啊 你竟然乱卖Twitter 不帮不让大统领买广告 买那只药疾药 你竟然怎么这么说啊 那么他说 就是 我不能够代表Twitter的啊 不过我们的Policy是这样的嘛 是不是 就是 因为那些人是直指他 和Twitter 这时候朱西白格就说 我们Policy是这样的嘛 这样东西有 大统领买这只药日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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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我不是买保药港的嘛 如果吃死了那些人就买我 我们的Policy就是 如果你会有对人的身体有冒险的东西 我们会 take out 所以我们才不让他买的 不要再说了 那又跪下了 之后呢 很多人就是指他 说你和中国有没有东西 你和中国有没有东西 那 于是刚才朱西白格说没有了 而这个Google 也都是说没有的 Google说得更夸张啊 Google他说 为撑美国政府感到最好的 我是不会服务你中国客的 其实现在的大势就是 他要科网股 那班人要科网股埋位才开这个听证会 是的 就是 请你教你投名壮吧 就是要批斗中国 第一 其实是有三样 第一 你是不是真的垄断 其实这四个人 都说自己不是惨淡经营的了 第二 就是说 你要批斗中国 但是第三点 就是最贱 直接有些共和党的 就说 就直指这个Google老闆 就跟他说 你不要帮拜登啊 你要保持中立 这样说 你们现在影响力太大了 不准帮拜登 直接这样 直指他 结果 结果那个Google老闆就说 我们是会保持中立的 我们不会涉足政治的 我是一个生意人 我为什么要涉足政治 这样说 其实这次听证会 就是一直说 是很多东西说的 就是捉住他们 有没有反垄断 他们就肯定是拗死 没有了 身边 就是他说 我们是会用尽所有办法 去辅助美国的企业的 但是就不会 不会打压对手的 说些这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 做什么大家心照 我们会保障 那 就直接有些人就问 你有没有去抄啊 你直接问啊 朱世伯格 你有没有去抄人的东西 举个例子 朱世伯格 因为这个是最好打的 你有没有抄人的东西 抢了别人的那些企业上的东西 朱世伯格就说 我们就会采用 我们就会采用一些feature的 很差勁 改良一下我们的feature 就是一些特征 一些特征 这样说 但是到最后 会不会裁定他们要被拆骨呢 应该不会的 看看他们能够搞中国 我看看 其实朱仔还说 朱世伯格还说 当国会利用反冻断法 确保市场经测力的同时 捍卫开放公平的核心价值 是很重要的 就是拆别人的鞋 这样才能令美国的科技经济 成为全球的力量 其实他就说 你对的你对的 还有一个东西 刚才说到Google Google的行政总裁就这么说 除了少数项目 我们是不会服侍 不会服务中国客人的 更加 我是很爱国的 他当然指美国 他就说 对支持美国政府感到很骄傲 还有共和党议员 其实就是要他全部归在那边 没办法 不过这么说 尤其是猪仔 这个猪仔八甲 其实一直都是投机主义者 说真的 我记得他以前说 虽然我是犹太人 但其实我不是很像犹太人 他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典型犹太人的姓 他说我不像的 不知为什么他要 不想别人标签他是某个族裔 因为他想多吃几家茶礼 我是这么看的 但越说自己不是那些人 其实就越是那些人来的 嗯 是 就是所谓犹太人 就是比较不爱国 比较注视自己族裙 多过自己身处的社区 他是这样的 就是潜台的字 而且是cheap 就是我不是说要贬低犹太人 嗯 不过我是解释一下一般人 对这个字的贬致是什么 嗯 所以他说我不是cheap的 就是这样说 嗯嗯 但是其实这一次他看完整个 他们的简述 简述这一次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三个 主要要点 第一就是反动产法力太大 不过这一个是藉口 因为如果他是成立的 这四间公司就要被插骨 好像明远当年在欧洲一样 要拆开两间公司就元气大伤了 第二就是说你跟我归边 一定要你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现在 醒醒定定 就是叫他们 是啊 不要再跟他们有关系 而第三就是说 你们这四个人在这次总统大选 自己醒爬 不要跪边 没有人叫你去帮拜登 但是也都不准倒 其实说穿了就是 但是苹果传统上都是 亲民主当多些 是因为那种意识形态 就是共和党 共和党本身是 和民主党最不一样的 他们是 保守点 保守点 是比较恨你们这些超级巨棋 虽然他背后就有石油公司 因为他也是代表旧的 经济实力和新兴的 科技产业那种矛盾 真心地说 所以其实这个 Tesla的老闆都是跟奥巴马很友善的 因为事实上也是 如果你有created 或者有想象一些东西 如果你太保守一个人 想象太幼的话 那是对于创科的行业 是有点阻滞的 这个都是事实的 所以他们天生都是 而且要看他的移民政策 大统领的移民政策 是真的伤害了 这帮人 因为一直是 美国本身的高科技人才不足 支持他们 所以他们在外国尤其是 在印度 邀请了很多科技高手 中国也邀请了很多 谁知道你现在大统领移民政策 搞到他鸡毛鸭血 他生气起来 他肯定是倒你的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